很多朋友都有在關心 然後也都已經知道 那像甚至我們有一些朋友 就是成立了一個非法組織 就是覺得說 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抗議 就是當我們用後來的那個憲法 在規範前面發生的事情 然後而且是充滿不正義的時候 某種程度上我們就是取名 就直接取名叫做非法組織 就是如果今天法律就是愉悅而正義的話 那我認為在道德上 我們應該是可以走道德非理性這一條路 我們知道這可能是違法 但是它是道德的時候 就勢必得這樣做 這跟他們長期在那邊抗議一樣 事實上是違反憲法 但是他們認為這是一件道德的事情 所以他們持續地在那邊做 那先大概簡單講一下這件事情的始末 就是原住民運動其實是非常久的 在早期那個社會運動很蓬勃的年代 原住民在那的時候沒有缺席 那跟他們息息相關的通常都是土地問題 因為可想而知嘛 他們是最早存在在這個地方 所以當他們現在人口只剩下2%的時候 他們面對到的這個命運 當然就是土地不斷不斷流失 那如果說大家從達文的角度 就是試著生存不試著淘汰的話 他們確實很有可能最後 原本是98%人口 最後就沒有了這樣 那這是 當然有人認為是走這個路線 可是這件事情是這樣 人類是會反省的 當我們在提倡多元 然後當我們在認為每個人都很重要 每個族群每個文化有它的平等性的時候 然後當政府高喊轉型正義的時候 大家其實是會很認真 然後很用心的在關注這件事情 所以就在今年的那個2月14日 就是終於這個土地的要開始進行轉型正義 要處理原住你土地的問題 那第一個其實是劃設 公佈一個傳統領域的劃設辦法 那它其實是一個辦法 辦法就有點像是一個行政品 就有點像交通規則 然後或是說大家要到哪邊辦什麼程序啊 我要填什麼表單啊 種種之類的這樣 那但是它在這個辦法裡面呢 其實已經框出了它的界線 就是說它已經超越一個辦法的 一個法律層面的事情 就是它把它限縮 限縮只有公有土地是可以優先劃設的這樣 那某種程度上 不要講我們非法組織 某種程度上 這件事情事實上是已經有違法的可能 那當然原住運動的發展裡面 現在在卡奧這些人 常年也都參與在其中 然後就第一時間就有上去做一個抗議的行動 那也延續至今這樣 那其實可能最近比較被大家看見的是 譬如說張正月在金曲獎上 舉毛巾啊 就是沒有人是舉外人 然後 然後 或是說蕭赫索或是寶賴 在總統府演唱的時候的 發生了這些事件 那 那我們回過頭來 再 再 強調一下他們的訴求 事實上就是認為 傳統領域不打折這樣 他們是一個文化空間的一個概念 然後並不是所謂我們的財產權的概念 這並不是在畫一條界線 宣誓這是我的土地這樣 就某種程度上 他們 他們 部落本身 搞不好也不願意把畫出那條界線 那 當然這件事情在法律上對他們影響蠻嚴重 就是 就是所謂的智商統一權 我在以前還沒有公佈畫設辦法的時候 事實上已經有法律了 有原基法 然後只是 後來公佈的這個畫設辦法是提供大家說 欸我們現在要辦理了 這件事情 你可以依循這個辦法去辦理這樣 那在這畫設辦法之前 其實它是一個灰色地帶的 就是當有一些大型開發要發生的時候 他們是可以講說 欸原基法有說要智商統一權 你應該要跟部落討論幹嘛 那當然那個開發商他可能也不一定完全知道這件事情 就會進行開發 可是這個辦法一公佈以後 他事實上是明顯的區隔 私有地是 並不是在智商統一權的那個範圍裡面 所以這才是一個問題所在 這 這並不是說 呃 他 這辦法造成的其實是一種退步 就是這並不是轉型正義的第一步 而是 而是一個退步 這樣 那 那 當然這是一個問題所在 可是 我們的 大家在做的就是說 呃 某種程度上啊 這一次事件 算是原住民運動裡面一個很大的突破 因為它開始擴急到 非原住民的人的身上 這就跟那個沒有人是局外人 很有關係 那 我認為這件事情大家也應該要關心的 譬如說 最 最真實的例子 就是我們現在啊 在這邊辦二手市集 鐵花村坐在這邊 他 他就是 馬蘭部落的傳統領域啊 那如果按照政府的說法的時候 如果他是有 有私有財產權的 那一些厲害關係的話 那 鐵花村這時候應該要出來跟馬蘭部落抗議啊 那 可是事實上是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的 我們很多人 生活的地方 尤其在東海岸 都非常有可能是在某一個部落的傳統領域裡面 那 那 現在是這樣 現在就是 嗯 但是 運動 運動 論運動層面的話 很多人其實是 覺得他們的 運動的時間很長 到現在都在運動 那可能 會被 會被冷處理啊 或者是怎麼樣 因為這是 執政者一貫的做法 那 但是 我相信這也是他們的一個非常堅持的信念啊 也是一個這個運動的特色之一 因為 台灣在 說運動發展 然後到 到整個政治力介入運動以後 運動就成為一個 一場表演 舉三次牌 然後有辦法上媒體就結束了這樣 然後感覺沒有太大的突破 那於是他們用一種非常溫柔然後堅定的方式 呃 持續的在 在做抗爭 那 這件事情 呃 如果大家 就是有 有感覺 也願意去了解的話 呃 其實他們現在 呃 等於是說 我們要如何逆轉這件事情 其實就是需要每個人的發聲 就是 那個 那個每個人的發聲是說 當每個人都覺得那一件事情很重要發出來的時候 這件事情 我認為才會漸漸的有 有轉機 因為大部分人其實是習慣依賴的 他會習慣依賴說 欸 現在有這一群人在看我們 我們支持他就好 或者是 或者怎麼樣怎麼樣 那 在 我認為在凱道上面的立場 他們也很難 呃 去 去彙整支援 或是幹嘛 因為對他們來說 每個部落都有每個部落的 主體性 他們 並不是 並不是 代表所有的原住民族群 或者是說 呃 呃 代表誰 代表哪一個領導人 然後要 要領導 所以我認為 大家要是有 有關心的話 就是 即便是 跟更多人說 或是在 不斷的分享 訊息 都會是一個幫助 然後 那也因為 最近 呃 開始有 有那個嘛 就是說在 在執政者的 處理這種事情的角度 我們都是 第一個是冷處理 然後第二個是 把他們切割開來的 譬如說 你們只是少數的 原住民族群 並不能代表 全體原住民族群的聲音 這是最典型的一個方式 冷處理是 拉長時間 讓他們去內耗 就是說 我要回家了啊 我都沒洗澡 你什麼時候要結束 他們就會內耗這樣 然後 然後另外一種就是分割 你們只是少數 你們 我們讓你發生就好 而且不能做決策這樣 所以我們如何要突破 就是說我們要 呃 就是要像他們這樣 要很堅定 我們每個人必須要很堅定 然後 呃 不要被切割掉 甚至說那個切割很有可能 是一個假象 就是很多 很多人其實 只是 沒有辦法在現場而已 所以 所以 國家會用這種方式 對他們進行切割這樣 那他們也很清楚 所以 呃 在最近啊 會辦一個活動 啊 這個活動其實是 蠻 蠻 蠻多人使用過的 就是拍一段影片嘛 然後各自發聲 然後上傳到那個活動裡面 但是這個活動比較特別的地方 是我們會把 呃 會要求大家打卡 然後 打卡以後 我們來繪製地圖 就是說你在 這一些人已經不只發聲 他是在哪一個地方發出聲音的 可能是某一些部落 他就有好幾個打卡的點 代表說 欸這部落的人 其實 他們人只是沒有在凱道 他事實上也是反對現行辦法的 那 利用這樣的過程啊 我們會把它繪製成一個台灣地圖 那個台灣地圖 就會存在 部落的人 在部落裡面發聲 呃 宣誓說他們的傳統領域要自主宣告 然後不分公司有地 那也會產生一種現象是 譬如說我是漢人 然後我在阿美族的傳統領域上面發聲 那我 我身為一個漢人 我也支持原住民的傳統領域是 不分公司有地的 因為 他並不影響到我的 我的私有的 財產的部分 所以他會 目標是朝這兩個 上去呈現 那 當然這呈現就是一個名義 那這個名義就不是集中在某個區域 或是 或是少數人上面 而是集中在 嗯 就是到時候地圖 畫出來的時候 就會讓 讓指證者 讓國家 感覺到這樣 那 那實際上 總統也知道這件事情 總統的公開發言裡面 在轉型正義委員會裡面 第一句就有講到他 他也認為這是一個完整空間的表述 那但是 做法上是完全是跟他講的是 練話一套 所以這其實是一個非常矛盾的地方 那我們可以 可以明確知道 認為支持這個 就是公佈辦法的原民會是 他肯定是認為現在這個辦法是OK的 所以才這樣做 所以事實上 原民會跟總統是不同掉的 在這件事情上面 那至於他們背後 為什麼可以不同掉 這個我們說再多都 都沒有 都沒有力散 因為我們 我們真的不知道 他們也不會讓我們知道 那我們 能做的就是 呃 就是 持續的渲染 然後 然後 慢慢的這樣 大概 講到這邊 有沒有什麼疑問 因為這個議題其實 其實蠻 蠻長一段時間的 然後 也非常多的討論 嗯 有沒有 有沒有什麼疑問 還是 我提一些大哉問 大哉問就是 為什麼 那個原住民可以擁有諮商同義權 很多人會問這個問題啊 就是說 欸 為什麼的話 他們有權利 有諮商同義權 有沒有 有想過 就是 嗯 好吧 我其實有 我其實有想過這個問題啊 可是我有我自己的答案 就是 就是 喔 回過台 我現在重新描述一下那個 諮商同義權 為什麼需要 他 他其實是有法律上 在辦法裡面是有公告的 就是某一種項目 才需要諮商同義 而不是 我去 我去那邊 嗯 譬如說 蓋一個什麼 譬如說 在我家啊 在我家 我家的院子裡面 要蓋一間廁所好了 蓋一間 那個小型的廁所 這是不用經過 他們同意的 因為他不在那個 他不在那個項目 他的那個 規模上網可以查得到 就是什麼 開鐵路啊 開鐵路啊 或是 大型開發案 他有一定的項目啦 才需要諮商同義 他並不會影響 所謂的私人財產 那 大家也不要被影響私人財產 這件事情 覺得 覺得很恐怖 就為什麼 他們的權力怎麼大到可以影響私人財產 事實上 很多事情都影響我們私人財產 像 像都根就是 都根為什麼丁子戶最後都會被合法拆遷 那丁子戶 不就是他的私人財產嗎 為什麼他可以被合法的 剝奪他的私人財產 就是他在法律上有一個前提是 當 當要維護集體的公共利益的時候 法律上是有權限這樣子做的 所以都根他是要整個都市計畫的部分 所以他 法律可以合法的去 去剝奪那個私人財產的部分 那原住民的諮商同意權也是一樣的 就是說 如果今天大型開發案的 似乎會危害到原住民或是他傳統領域的公共利益的時候 事實上他們確實是合法擁有諮商同意權的 而且這個還不是限制財產權 而是諮商 就是說是可以討論 然後討論 然後要大家的意思同意的這樣 可以討論到一個機制 那你說都根那個 那個是非常 是非常惡劣的 就是現實上是很惡劣的 因為他連諮商 他不用諮商 他會跟你諮商 可是你一定要同意 因為他為了危機公共利益 你必須要同意這樣 所以這兩個層次是不大一樣 但是都是合法的 理論上都是合法的 那諮諮商也是對人的一個基本尊重 就是諮商 第一步是諮商 我告訴你我要幹嘛 然後第二步是同意 就是 希望可以經過你的同意 然後我要做這件事情 那你願意同意的話 可能會有一些利益分享 那個利益分享 不是說我收買你 說我蓋翻你 我賺錢分給你 而是達到一個平衡 就是你一樣蓋了 然後我舉一個例子好 譬如說大家很愛在 在東海岸蓋飯店 不是大家 就是大家都沒能去蓋飯店 其實東海岸有辦理這件事情 討論了非常多年了 可是現在事情是這樣 東海岸也非常多空污 很多部落裡面其實很多空污 那這些蓋飯店的人 他蓋了飯店以後 他又要標榜說 我要找在地人才 然後來幹嘛 有一些有管理 有一些生理的管理都沒有 那為什麼蓋一個飯店 那些這麼龐大的資源 不要去活化那些空污 然後那些空污 這些人也是都外流啦 就是因為這樣部落人口都外流了 那你在部落裡面進行活化以後 然後這些屋子就重新 重新有人使用 那即便他們要發展觀光好 如果在和部落的這種 達到平衡的狀態下 大家是會很合理的 甚至心甘情的 去回到部落來 然後也願意分享 所以很多時候 真的只是財團他們便宜行事 他們便宜不是說花很少的錢 而他們不想要去動 他們不想去溝通 因為對他們來說 買塊地蓋一個房子 是最直接的 就是大包小包包包包 就蓋一下去完成這樣 那事實上有很多人跟人之間的溝通 在這時候都被審閱掉 那這件事情並不是沒有用喔 我們去看隔壁的那個Gaia飯店 他其實是把原本的洞洞館拆掉以後 蓋了以後 然後又再雙式的 做了一個假的洞洞館在那邊 那當然這件事情 被很多台東人檢討 就是說很虛偽啦 很假或者是顏色很醜 那美感人很難討論 就是可是 可是這件事情 我們也會發現說 當民意有一些 有一些 就是不斷地呈現民意的時候 這些人其實是會去反省的 即便他現在做法還是很偉善 可是你會發現他有在反省 就是這整個是會轉變的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有很多不舒服 我們要把它丟出來 因為很多很多 我覺得在台灣社會有一個現象 比較奇特是這樣 就是這些不舒服的人 這些反抗的人 最後都會做很多事情 他會幫政府想辦法 你應該怎樣 你應該怎樣 那事實上想辦法這件事情 是 某種程度上 是把問題製造出來的人 要想的辦法 就是說他要改犯 他事實上會製造很多問題 他們應該要去想辦法 而不是大家再替他想辦法 他們擁有錢 然後擁有那麼多的資源 他們在請學者 請什麼 他們都可以做得到 但是 但是在這個前提 就是民意 要不斷的 冒出來 給他們壓力這樣 對 所以這也是 現在凱照正在進行的活動 我們一定要讓民意不斷的 不斷的展開來 那 我看一下 我現在就 因為這個 這個活動 今天下午才剛成立 他們雖然看了很久 可是有一波一波的活動 那我可以稍微念一下那個 活動頁面的名稱 那個 名稱就是叫做 我支持傳統領域要完整 就說單純 我支持傳統領域要完整 然後大家可以 裡面有寫如何進行 大家可以拍影片 或是拍照 然後裡面有一些範例 可以給大家參考 如果你不知道怎麼做 我們也邀請大家 歡迎大家先去了解以後 然後一起參與這樣 請問 臉書 這是開在臉書的 就是讓大家都可以很方便的參與 我支持傳統領域要完整 對對對 臉書 它是一個社團 它是一個社團頁面 我支持傳統領域要完整這樣 然後也邀請大家 可以加入那個社團 然後做一些發設 嗯 好 可以嗎 我大概 大概講到這邊 那我最後 跟大家 因為待會兒還有走秀 對不對 我待會兒有一個走秀某種 好 我跟大家分享 一首歌 然後就結束 有了 這在round檔裡面 那我唱一首 還有 不錯